佛子天地游记 小气时 接到护法菩萨意念 阎王殿有听神案 让我游地府一趟 阎王殿前 鬼差压了两个罪灵跪在地上 男罪灵是2018年12月10日听神案中 为人好色的师长 女罪灵是2018年12月14日听神案中 范协营打胎的年轻女子 大阎王爷 你为人师表 理当知晓 理义廉耻 做出如此丑事 实在犹辱圣贤教育 XXX 自己说一说 在抱住地狱的刑罚 让后世之人明白不能随意淫荡 与未成年者 不管男女 苟且 地府是记录为淫乱之罪 成年之人不守道德底线 随意纵欲伤身 与多人淫乱 将来死后 也是要下地狱惩戒 2018年12月10日 童子由地府听神完后 鬼差就把我押去 抱住地狱 我跟着鬼差走了许久 到了一个山谷高地上 看到下面有很多童柱 完全不能计算这个地狱 有多少罪淋在里面 男男女女 青年 中年 老年都有 山谷高地旁边有一条阳长小道 是通向这个地狱 押送鬼差把我交给 抱住地狱的鬼差就离开了 我被鬼差强硬地 把身上的衣服脱个金光 鬼差身高 是我一个半人这么高大 拖着我走 脚下的泥土是温热的 很烫 踏入抱住地狱没一会儿 我就不能控制自己的营面 脑子不断浮现 自己犯邪淫的场景及对象 就在我起心动念 响入飞飞时 整个人已经被鬼差拉锯环抱一根 热得通红的大铜柱 浑身通体被烫得 哭爹喊阳 立即从幻眼清醒过来 我的皮肤黏在铜柱上 被烫得滋滋响 忍不住嚎啕大哭 等我头脑欲念消失 铜柱立刻变得冰冷 整个人从铜柱上软瘫倒地 泪流不止 后悔目击 不久就意识昏死过去 第二天 天明亮 魂体恢复成 出进地狱时的形态 鬼差见我醒来 又把我拉去抱筒住 我头脑又起营念 浑身通体被烫得 叫苦连天 每一天都是这样 关在地狱里成见 哭泣声 大爷望爷 XXX女罪灵 你未学佛前 何多名男子淫乱 学佛后又在佛前 许愿不犯邪淫 清修 奈何你遇到今世缘分 克制不住自己 情感犯淫欲戒律 又打胎害命 所以本王判 你入寒冰地狱 邪淫 即铁山地狱 打胎 惩戒 你现在阴间现身说法 让阳世众生知道 邪淫即打胎果报 以警示人 莫犯邪淫 万恶淫为首 不管你相不相信 地狱是真实存在的 女罪灵 我也是童子 2018年12月 14日听声案后 被鬼差先带去寒冰地狱 我不记得是怎么走到 雪山入口处 只知道 走了很久 在要进雪山前 衣服被鬼差强硬脱下来 交给旁边的女鬼差掌管 让我将来出地狱穿回 我跟随鬼差进入雪山地狱 这个地狱 好像喜马拉雅山脉这么大 空气冰冷刺骨 是接近零下三十多度 这里什么国家的罪灵都有 黄皮肤的亚裔人 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肤色暗黑的黑种人 男男女女 有年轻人 中年人 少数老者 我和其他罪灵 被烤上铁链 前头一个鬼差 领着我们 鬼差友穿衣服 在雪山走 以为死后 什么感觉都没有 原来和在世一样 会觉得寒冷 雪山太大 时不时会刮风 风迎面突来 是冰冷刺疼 像刀搁在脸上 脚下的积雪很厚 我们这些罪灵 走得很缓慢 很痛苦 皮肤慢慢被动伤 裂开口子 嘴唇也一样 就这样一直走 一直走 精神疲乏 可是鬼差 根本不让我们休息 我不懂 走了多长时间 是几天几夜 还是一个星期 又回到入口处 鬼差点名 我雪山地狱 刑罚已满 可以出去了 有女鬼 差把衣服 拿回给我穿上 过后 又被带去铁山地狱 和雪山地狱不一样 铁山地狱 是阴暗的地底高山 空气闷热潮湿 这里也是来自世界各地不同人种的男女 罪灵一起聚集成戒 我们被鬼拆 呼喝赶上铁山 脚下是一根根 从地底冒出的尖刺 很多被打胎 血淋淋的英灵 在周围好哭 怨气十足看着我们 他们 英灵 知道我们都是在杨氏犯 打胎罪的父母亲 我很害怕 害怕被自己打胎的孩子找到 全身发抖 忍着脚下 被刺得鲜血淋漓的痛楚 一步步走上铁山 有罪灵跌倒在地 在四周游荡的英 灵会趁机扑咬我们 发现他们在世时 被杀掉的怨气 他们 英灵 根本不管谁是他们的亲生父母亲 鬼拆也不理 这些英灵 我们就这样 一步步爬上山 到了山顶 又被鬼拆 呼喝叫我们下铁山 苦不堪言啊 地狱 不要打胎啊 不要邪淫啊 看看我的古报 你们还不相信 地狱的存在吗 女罪灵 大声嚎哭 大爷望爷 念你学佛后 确实改过 只是遇到前世缘分 克制不住 被男子诱骗 造下打胎害命之恶 在地狱被惩戒时 又有悔改之意 你现在 可出狱头人了 在人道会有佛菩萨 再次点话你入佛门修行 你随鬼拆去吧 感恩师父 弟子 2018年 12月21日 答 触目惊心 真的 卢台长 开始解答来信一部 275 2018年 2018年 12月25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